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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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时又立下大功 列强在优等生和破坏者之间讲公正 难道不就是鼓励流氓吗 也许列强就是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出现优等生吧 那还不如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日本不能放弃满盟 正如以色列不能放弃冬夜路撒冷 他们并不想完全破坏条约体系 只想以战破核 惩戒性战争就是要打败敌人 然后单方面撤退 让失败者认清形势 停战协定并不重要 因为失败者如果愿意遵守协议 惩戒性战争就根本没有必要 惩戒性战争不用担心失败 只需要担心胜利后无法顺利撤退 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 中国的越南边界战争 都是惩戒性战争的典范 强者希望用正规战打赢后走人 弱者希望用超限战托死胜利者 1932年战争固定了军部的策略 用安全区防范敌人的超限战 首先驱逐渗入安全区的敌人 然后撤退 唐姑协定1933 以后的多次冲突重演了这种模式 没有改变斗争双方的相对地位 卢沟桥事件最初看上去 不过是就戏重演 最后多半以地方性妥协收场 宋哲元1885至1940 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不准北上抗日的中央军越过保定 不在北平设防 这样一来 华北的事态就难以升级了 蒋介石明白日本仍然会是胜利者 除非他能将战场移到上海 将列强拖进战争 1937年8月7日 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上 决定在上海开战 7月30日 张志忠致电蒋介石等 建议立于主动地位 首先发动较为有力 南京方面赋电赞同 应由我先发制人 列强不出所料的出面斡旋 和谈预计在8月9日举行 然而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下午 驻护海军陆战队的 大山永夫和斋藤药藏 试图进入虹桥机场 被假扮机场卫兵的 国军正规军士兵开火打死一 事发后 松户警被司令部 让一个死球穿上机场卫兵的衣服 将其枪毙后 沉湿虹桥机场门口 乌称日方开枪 打死中方一人在先二 就在这一天发生 何以永远没有举行 数十万国军化装成保安队 进驻安全区 8月11日 日军要求中国撤除上海保安队 与其防御攻势 8月12日凌晨 中央军精锐部队的第八气师 第八十八师 包围了国际租界的日本人区域 日本驻上海领事 再次召集国际委员会 要求中国军队撤退 下午5点50分 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 给日本军令部发电报 请求日本陆军派兵 下午8点40分 收到东京的回复 增援人员抵达时间 要花费二周 故指示尽量不要扩大战斗 8月14日 中国空军轰炸日本陆战队总部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除了军舰船舶以外 也向上海市区投下炸弹 造成大量中国市民伤亡 同日 18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和南京 从此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 中国方面的材料宣称 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人的挑衅 日本人自然不承认 麻烦的是欧洲人也把责任 放在蒋介石身上 1937年8月14日 中国空军飞机将大量炸弹投入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接处的大事件 造成上海平民3000人 死伤8月9日的朝日新闻说 陆战队第一中队长海军中卫大山勇夫 由一等水兵骑腾 要仓库驾驶的汽车 经过上海公共租界纪念碑录时 遭到大批中国保安队的机枪和步枪射击 8月10日的大公报说 日本海军官兵乘坐汽车来虹桥机场 打算进入场内 机场的卫兵打算阻止 日军方面开始开枪 枪战造成一名保安队员和一名日本人当场死亡 另一名日本人重伤之后死亡 巴黎古兰格阿鲁报特派员埃德阿鲁 耶鲁森撰写的中国事变观察说 8月9日发生了首备虹桥机场的支那士兵 杀害日本海军士官的不幸事件 如果日本官兵能够当心 事变或许能够避免 但无论如何 事变都是支那一方有意策划的 南京政府决心最晚也要在15日以前 在上海点燃战火 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样不仅是为了将日本一部分力量 引向中国南方 更重要的是 隐含了这样的动机 也就是将日军拉向中立地带 上海引发难以避免的国际争端 这是一个 通过频频爆发的事件和各种误解来诱导西方舆论的妙计 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同意 甚至蒋介石本人也感到有些得意 我10月末在南京见蒋介石 向蒋介石询问 他回答说是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当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期望避免交战 认为进攻上海很威胁 松户会战没有实现蒋介石的目标 但八年抗战大体上做到了 日本人愚蠢地损害了列强的利益 他就不用继续吃哑巴亏了 这种策略生效了 国民党在以后几十年一直引以为荣 其实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 自身匪谍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 金户区少将主任的顾高地 我所知道的813战役片段 金户警备司令张志忠建议蒋介石 派正规军一个旅来户 换上保安队服装 驻防红桥机场 于8月初到达 此事不久即为 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现 8月9日下午 由援驻白丽南路 日本丰田沙场之路战队西部 派遣队长大山勇赴中尉 率士兵斋藤 要藏驾车巡越界驻路的白丽南路 比亚市路 排芳路 红桥路 直闯红桥机场入口处 机场守兵 建有日本军人接近 急发枪将大山击毙在车内 斋藤急调转车头 巡员路急驰 机场守兵继续射击 斋藤汽车向田野间躲避 最后仍遭击毙 事发后 引起日方强烈抗议 时任第九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 813松户抗战激略 张志忠建议抽调陆军部队 化装为上海保安部队 增强兵力 蒋介石同意了 派第二师补充旅 后改独立第二旅 旅长钟松 由徐海地区南调到上海附近 以一部换上保安团服装 进驻虹桥飞机场 日本人大概知道 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 8月9日 派了一个军曹 名叫大山永夫 骑了机器脚踏车到虹桥机场 要进机场大门 守门的就是 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 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 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 不听制止 就坚决自卫 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 松户警备司令部急了 参谋长童原亮 与上海市市长于红军商量 把一个死刑犯 穿上保安部队服装 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 说是日本军曹 要强劲机场大门时 先把我卫兵打死 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当警备司令部与日海军 共同派人来查看的时候 发生了提交罚警检验的问题 中国方面要交上海中国法院罚警检验 日本人要交租借外国罚警检验 双方争吵 同时 日本又提出撤出一切中国部队的要求 以上这些情况 是松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原亮亲口告诉我的 大山永夫是军曹 相当于中国的忠实 不是军官 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县浙江省参事室主任刘静驰 也记忆相同